那今天這個計畫其實是希望整個改變大學校園的生態 所以也要拜託我們的媒體朋友能夠把這樣的一個意識能夠傳達 那他的背景是我想高等教育是整個人才最後一米入 他對社會影響是很大 可是我們也知道現在台灣有158所大學 一百二十幾萬的學生在校園裡面 那我們也幾乎每一個縣市都有一個大專院校 但事實上我們大專院校的老師跟學生有很多是當地 對當地在地來講他只是過客 他跟當地的連結是非常弱 所以這次我們在地實踐聯盟就是希望說能夠協助學校做連結在地 然後做區域的合作 我們這次教育部推動大學在地實踐聯盟 是為了讓大學能夠打開這個象牙塔 協助我們的師生關心社會的一些議題 然後把在學校的知識跟能力能夠用來改善以及改進整個社會創新的能量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